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年前 一场车祸夺取了他年仅九岁的女儿 而这枚戒指是他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 从那以后 他每天把戒指待在身上 就像女儿依然陪在自己身边 听到这儿 亚当斯是爱不忍心说出真相 他先是撒谎 说戒指在自己的车上 并向他要来一张戒指的照片 然后他拿着照片来到了珠宝店 画光了所有的积蓄 为老夫人定制了一枚一模一样的戒指 一年以后 亚当斯收到了一份遗产清单和一封信 这是那位老夫人留给他的 他找到了原来的戒指 发现自己错怪了他 内心十分歉疚 同时 亚当斯的善举也给予了他无限的温暖 于是 他把两枚戒指都送给了亚当斯 还赠予了他一栋别墅 史木格言中说 不管是高贵贫贱 心地善良 都是做人的根本 如果你一心立意他人 即使根本不求回报 回报也会突如其来 生活中我们总是害怕 与人为善反被他人欺负 不为难人反被得寸进尺 其实 生命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礼物 都在暗中标好了架码 只有我们足够善良 才能收到上天机遇的回报 赋予他人关爱 积攒了好人缘 平淡生活里自然会生出更多的喜悦 给予他人温暖 收获了真情意 需要帮助是自然能够找到 党女的屋檐 人生在世 你只管善良 那些一时的付出 都会变成清后的福报 周一有言 吕道坦坦 忧人真急 意思是说 只要心怀坦荡 行为守据 坚守正道 不管走到哪里 都有好运气相随 电视剧《猎场》中 郑秋东聪明过人 本可以前途大好 却因为急功近利 多次误入歧途 为了快速赚到大钱 他远赴尼泊尔挖虫草 却被全部没收 血本无归 后来 他误入传销组织 在金钱的诱惑之下 丢弃了原则 东方试刷之后 他浪荡如鱼 出狱之后 为了写清过去的污点 他盗用别人身份进入职场 事情很快败露 他不仅被公司开除 还登上了行业的黑名单 遭遇了接二连三的打击 郑秋东 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他决定 不再昧着良心做事 他恢复自己的真实性命 远走他乡 开了一家职业中介所 这个时候 有人为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只需要花五分钟 盗取银行重要信息 就可以获得高额的报酬 郑秋东非常心动 这笔钱刚好能够让他 凑够昏房的首付 可他刚要下手的时候 突然回想起过往那些 惨痛的教训 他再清楚不过 一步错 便会步步错 在最后的关头 他还是拒绝了这份工作 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利益 他光明磊落的行事作风 很快就传遍了夜内 不仅有业界大咖 对他表示赏识 公司总裁还亲自地 为他颁发了诚信证书 好口碑 为他带来了好运气 他的职业中介所 成功转型人力资源公司 愿意跟他合作的公司 络绎不绝 作家高尔基说过 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 必定会有一个 问心无愧的归宿 为人正直 性是坦荡 才是我们行走 世间最好的名片 能为我们赢得信任 换来尊重 把人生道路越走越宽 坦坦荡荡待人 保持信念干净 不算计别人 吃了眼前的亏 得来的是良好的声誉 本本愤愤做事 坚守原则底线 不投机取巧 试了一时利益 得来的却是长远发展 厚得在务 新城之人 方能走正途 交好运 有一个著名的荷花定律 池塘中种满荷花 第一天只能开放一小部分 第二天 它会以前一天的两倍速度开放 到第二十九天的时候 荷花才开了一半 而第三十天 就会开满整座池塘 也就是说 最后一天的速度 是前二十九天的总和 所以 当你的付出 暂时看不到结果的时候 不要心灰意冷 曙光就在不远的前方 著名悬疑作家斯蒂芬金 曾经找不到工作 穷困潦倒 住在阴暗狭窄的出租屋里 出于对写作的热爱 她开始尝试 通过写稿来赚钱 然而当她满怀期待地 把自己写的短篇投出去 得到的结果不是石沉大海 就是编辑的否定 终于 一些杂志愿意尝试 可稿件发表出来 依旧无人问津 于是 身边的人都来劝说她 你不是吃这碗饭的人 你写的小说根本没人看 不是市场的主流风格 没到这个时候 她都会咬着牙告诉自己 再坚持一下 说不定下一次就成功了 然后 她在房间里闭门不出 《没日没夜》的创作 数月之后 写出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意料之中 这部作品也被出版社 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理由是内容不够大众化 她不甘心 找了一家又一家出版社 直到第31家 才有编辑对她的作品感兴趣 没想到 这本个人风格浓郁的恐怖小说 《魔女嘉丽》 出版之后卖了230万册 而她也因此名声大噪 成为了划时代的 恐怖小说家 听过这样一句话 生命的奖赏 永远都在终点附近 而非起点附近 而过十有八九的不如意 才能等来最后的人生惊喜 持之以恒的付出 都会成为充足的养分 埋头耕耘的辛苦 终能获得丰富的褒奖 我们总要经受人生的试炼 挨过旅途的煎熬 才能看见壮阔的星辰大海 不要吝啬努力 也别轻易放弃 我们想要的一切 终究会来 泰格尔曾说 你今天受的苦 吃得亏 担得责 扛得罪 忍得痛 到最后 都会变成光 照亮你的路 所有的善良和正直 都不会被辜负 所有的付出和努力 都不会白白浪费 世间一切皆有因果 真心诚意 都有回响 担心善事 即使不求回馈 福报也自会到来 伟人坦荡 即使不图名利 好运也总会相伴 坚持不懈 即使不问前程 成功也迟早出现 积攒自己的善缘 坚守自己的原则 走好自己的路 时间不会亏待我们 上天也会给我们 一个满意的答案 共勉吧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